我們現在幫大家盤點 2021的熱門股票在這邊 好 那這個的話 大部分都是從年初一直到12月份 這個盤面上最夯的一些熱點 那這些個股其實 基本上也都是所有的分析師 跟媒體裡面會不斷的去講 但是你很少有聽到年初 有人跟你講元宇宙跟低軌衛星 對不對 所以每次股市就是這樣 我還是這樣講 就是看盤辦事 就看到什麼東西漲了 然後就去找沒有漲的東西 那原則上以航運股來講的話 我現在的看法是這樣 明年的獲利是持平或小升 但是後年一定會大減 所以換言之的話 如果你在做明年的時候 它沒有什麼殖利率的考量 因為後年沒有辦法配那麼高的息 所以原則上 今年的7月應該是歷史高點 那未來的應該是所謂相形整理 那指標股的話就是長榮 那等一下的話 這裡面航空股我比較看保守 指標是華航 元宇宙的一個部分 所以2022的話航運股我們就 就只能做相形 因為它的獲利還支撐 但是它已經不會成長了 那航空股是連成長都不會 而且股徑比也高了 那再來元宇宙的部分 大部分都還不會賺錢 所以原則上你只能看 紅外線的感測 這一類的一個股票 但是壓回才能接 那這裡面的指標的話 就是宏達電跟光磊 那這個指標不代表是看好的意思 而是說你要拿它來當類股的龍頭 然後再來低軌衛星裡面 O-Rain的部分是有營收沒獲利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微波高頻通訊元件 就是聖達科 然後也不是現在買 是壓回買 那miniLED的一個狀況的話 整個族群我看保守 因為它設備的補貨已經到了一個階段 明年好像 對 因為你蘋果如果沒有辦法再去把全線的產品推 miniLED的話 那你剩下的韓國的廠在推所謂的電視的miniLED 那個購不起全世界的補貨熱潮 電動車這一塊的話 應該繼續看好了吧 對 但是電磁鋁鋁鋁鋁鋅跟第三代半導體 其實會相對比較保守 這裡面會有車用模組 比較看好的是車用模組 鏡頭模組 磁性元件跟紅家軍 所以明年的重點 應該會放到紅家軍身上 好 那再來特用化學品跟半導體的 我覺得會不錯 那指標是三幅化 那生技新藥的話 整個是三月再來做 因為這裡面的股票差異性太大 所以比較不是屬於那種大的生計行情 原來上週後面那三個是明年 還有機會繼續表現的 對 那我今天把我的方法陳述給各位聽 這個是以前的女股神問 已經變以前的女股神了 以前的女股神 今年大家在開始剛剛認識她 已經變以前了 因為人家都在進行自我反省了 她說她今年她的方舟基金的ETF 在二月創高之後 一直到現在跌了大概四成 跌了四成 對 所以她要反省 那我要舉這個例子 是要告訴各位什麼 它裡面其實都是全世界最新興的產業 她做錯了什麼 她買最新興的 比如說網路科技 比特幣 電動車裡面低軌衛星什麼 最新的她都買 可是人家都跌成這樣 那台灣這個部分 其實都還沒有意識到 就是整個國際性在領頭的東西 其實已經在跌 可是台灣是因為用資金的熱潮 去追這個比較泡沫的東西 所以這點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以宏達電來講 那宏達電其實它現在進行了 一個中段整理 中段整理的月線 其實在禮拜二的時候 有破現在上去 它最好的狀況 我之前說過就是走橫 那這個叫前市 那這個叫金升 金升 對 就是說最近最紅的是 抬頭顯示器 包含像你看到的 這個一粒電跟大眾控 那這個股票其實它未來怎麼走 就是你看前市怎麼走 它的金升以後就會怎麼走 所以也差不多了 對 它的來勢就會怎麼走 所以你用這一個 因為他們一個族群 那些業內資金在操作的時候 這個原因是還沒有發酵的 這個抬頭顯示器 不是在進化當中嗎 對 其實你就某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他們都是這個股票在漲的 這個股票漲的時候還沒塌 它漲到這裡休息了以後 它來漲 但它沒有辦法再帶動它 所以我們一般來看一個 比較健康的族群是強的 第一波攻擊的股票還在繼續供 而不是一直在輪動 在輪動的話其實就是出貨 所以你覺得這個也是漲得差不多了 對 這個也就是要 最好的狀況就是進行 是因為都反應完了嗎 都反應完了 因為主要是你的獲利跟不上 好 跟不上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還剩一點時間跟各位講 就是說如果明年的潛力 還要有不管是兩成五成 還是一倍的股票的話 我想鐵達將軍流水冰 還是跟各位列這個族譜 那車店裡面 車用鏡頭模組的代表是巨祥 然後功率元件是副頂 磁性元件是松尚 這個是洪家軍的股票 洪海 碩河 松藤 那這三檔都是洪家軍的股票 那另外半導體的話 我覺得環球基因應該還有機會反應 然後另外的話 特用化學品是三幅化 那其他的這一些 我今天加入了一個廣民 就是機器人手背的部分 因為達明這一塊的話狀況不錯 所以他的母公司廣民 狀況也會不錯 然後在教學上面來講的話 今天要跟各位來講 另外一個形態 就是我們還是一樣 從剛剛的那一張表裡面 再來去找主流股 就是換言之 你還是要有一個pool 那從這個pool裡面 去找什麼股票在發動 今天要跟各位來講的 就是N字型攻擊波 那這種的話 就是通常會帶一個甩轎 那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3455的油田 他是做眼控的 他今年獲利不錯唷 那你看他的一個 股價的形態是這樣 這一波供上去的最高量 是3046張 好 那攻完了以後盤頭下來 打很長很長的底 那這個中間你可能都暫時不用理他 直到他開始出量的時候 你再觀察他 有量再來觀察他 有量在觀察他 好 那你要觀察他健不健康 就是他攻上去了之後 是不是突破了這個高點 所以把這個箱形給確立 那確立了之後 他一攻上去之後 通常都會有一個回馬槍 那很多投資朋友 會在這個點上面會棄手 為什麼會棄手呢 他說我已經套牢了將近大半年 要扣到命 扣到錢了 不要再被套了 感覺不好 我不要再被套了 對 我好不容易住了那麼久的套房 然後現在要再住 另外一個比較高級的套房 沒有 那這個地方就開始就出了 那出了之後 只要量一開始縮 那這個地方其實守住了警線 就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價跌量縮反而是買點 對 那但是前提是 他能不能再繼續供 當供上去之後 他的這個量有沒有再超過這裡 這個量有沒有超過這裡 如果量每一次供上去 都一波比一波高 那他代表這個股價就會一波比一波高 所以我的理論其實就是量先架行 就是世界上的股價 如果要繼續走的話 投資人不要只看線 要量 量能夠繼續創新高 線就有機會再繼續走 可是一般人在這邊的時候 他怎麼樣可以不要被洗出去呢 他看到下跌的話線都破了 這個點不能破 這個點不能代量去灌 如果沒有代量去灌 成交量是縮的 成交量對下來是縮的 這樣子就安全了 那第二個進場時間就在這邊嗎 對 這個N字形的這個N的這個點 包含最近這個N的點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好的買點 OK 好 所以現在類似這樣的股票多嗎 會被洗出去的股票多嗎 開始已經有幾檔 我覺得剛剛那張表裡面 跟各位來講的 有一些是走這種線型 可以留意 OK 好 大家可以學起來 自己這個參考畫一畫 謝謝永明哥 MING PAO CANADA